好接着我们继续下去 马上练习呢 请你算算在范例1中 求经过几秒可以到B点 那B点我们用橘色的标示出来 B点是水平方向与牵直方向的位移的量值相等处 那跟A点不一样 A点它是速度量值相等处 B点是位移量值相等处 意思就是 ΔX的绝对值 不是加绝对值 我们就写大小 ΔX的大小会跟ΔY的大小要一样 这是B点的条件 这叫做千值方向的位移 和水平方向的位移是相等 那我们刚刚的结论带入 水平方向的位移其实就是V0T 千值方向完完全全跟由静止落下一模一样 所以千值方向位移就是2分之1GT平方 因为千值方向从静止落下 它的位移就是2分之1GT平方 那这两个大小相等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小T会消掉一个 那我们把数字带入 出速度为10 那这边呢2分之1乘以重力加速度 然后乘以T 所以T就等于2秒 就这样 那再来第二小题 此时的速度量值是多少 这时候一样 反过来算 这时候的速度大小 速度的量值 也是分成水平和千值来看 这时候的水平速度还是V0 因为水平等速度 这时候的千值方向的速度是GT 那结果就是10乘以2 也就是20 那它水平方向的速度还是维持10 所以利用必施定义去加总 向右速度为10 向下 速度为20 最后加总起来 速度是多少 要用必施定义 10的平方加20的平方 开根号 所以这里应该是最后的速度是这样 那这个V就会是10 跟号5 好 这就是马上练习的答案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